你干什么 八百五十万呢 陆小月 你疯了 放心 最多值个几万块 摔碎了你也不行 对了 你刚刚还说要赔我一个真的 你还想要一个真的 陆小月 这是你自己找死 双倍赔偿我 否则 我让你把老底租穿 我都说了 这是假的 你听不懂人话 你是不是想拿老拉呀你 闭嘴 凤家大小姐你也敢骂 现在这欲如意 摔成这样了 谁能看出真假来 谁说看不出来 挖坑填礁 把翡翠从底部挖空 再填满礁制 非常普遍的造假手中 你身为凤家的继承人 竟然会被这种小伎俩骗到 真的是假的 你胡说 这可是我从凤家 试骄的长辈手里买的 他是收藏大家 你别以为你随便在网上找了几句词 就可以糊弄我们了 就是 你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你能见过什么好翡翠 还不滚 我说你们赌不起就别跟我赌 赌得起我也不给你 你真当自己是豪门太太是吗 当初我能让你跪下来吃垃圾 现在依然可以 来人 把他给我按住 方苏苏 我自认没招惹过你 也没有跟你抢人 你 你到底有完没完啊 阿奈云 你就是爱了我的眼 你这样搞我的妹 有什么资格进持家 还妄想高我一头 你现在就会给你的力 看你还怎么高一男人 住手 住手 妈 是 是陆小月她怎么了 她 她摔了你让我准备的欲如意 那可是我从周伯伯那儿 换了八百五十万买来的 看到了 我也亲耳听到了 你为了一个男人 是非不分手段卑劣 你哪里还像凤家未来的继承人 我 我不是 妈 苏苏这次确实有过错 但是订婚宴上 陆小月那般羞辱的 苏苏现在头上伤害没好 您还是不要跟她生气 凤苏苏 你留在青岚 好好地反思 收收你的脾气 陆小姐 我很欣赏你的努力 要不要来凤氏集团研发部 妈 她已经被凤氏集团刷下去了 她凭什么去走公司 张总监 是你不漏用的 你手底下有几个能一眼变真伪的能人 没错 是我不想让她进来 她毁了我的定婚宴 百般羞辱我 你不想不追究她 你还让她进总公司 到底谁才是你女儿 闭嘴 不知悔改 方总 谢谢你的行业 我心里面 陆小姐 为了点事欠你 我会为孤儿院 举办一场慈善盘门会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请不吝 潘姐姐 我想毁掉一个人 点击下方观看全集